又快到了台风季节 兽林乡公所在水源村办理112年度防汛抢险防灾演练 华林县政府第九河川局 兽林乡厂王玫瑰亲自到场指挥演练 兽林乡地形狭场临近山区 且河谷坡度陡峭 每逢台风好与时节 容易因为天灾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见此兽林乡公所并且在水源村办理112年度 防汛抢险防灾演练 请问下当王玫瑰亲自到场指挥演练 请励协助强制撤离 另外请军方联络官向地区国军提出命令申请资源 原部落帮助军民撤离至收容所 请励协助强制撤离至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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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里有什么要取财 我说这个台风边很大 我们房子很坚弱啊 这个猪子都快掉了 这个房子又掉了 这房子又掉了 要到时候可能被 没有带我走了 不要带我走啦 不要带我带我带我家 不要上车了 你带你带走 接下来我们会表示 熊香公所特别重视防灾演练 每逢大雨台风10节 公所皆会针对修路强 各土石流潜伏区 进行紧急撤离的工作 同时也会在各村成立收容站 并且立即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随时掌握部落灾情情况 假如不幸有灾害发生 公所也会以最迅速的方式 协助灾害解除以及复原 特别感谢华林县政府 简单本局 华林县后备指挥部 以及秀云香卫生所的协助 最后提醒各位乡亲 多一份防灾准备 少一份灾害的发生 这次防循演习单位 除了熊香公所 各业务相关单位之外 同时也结合 华林县消防局自强分队 华林县警察局 简单分局 华林县后备指挥部 华林县卫生局 秀云香卫生所 以及本乡各企业历厂商联合演练 秀云香预计 以往救灾经验 真实的演练 实际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 洗身秀云香灾害因应的效率 进而保障秀云香民 赛民财产的安全 记得喜欢秀云香的频道